因为看好了花莲成为投资的新标的 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 日前特别在花莲荣福大办店举办了产业投资座谈会 除了是邀请各方产业界来参与 县长许甄卫也亲自出席 期盼能够携手工商建设企业 共同倡议地球净零碳排以及永续发展 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 因为看好花莲成为投资新标的 日前除了拜访花莲县政府 也邀请各方业界在花莲福大办店 举办产业投资座谈会 期待透过交流会议创造更多营收机会 未在地驻新兴产业量能 我想对于未来大家有机会到花莲来 无论是移居或是投资 或者是要跟花莲一起 共同用ESG的方式来实践联合 17项指标花莲县政府都有备案 也有准备的方案在我们待会的简报里面 花莲县政府在这几年对于我们青壮 以及青年房返乡回流的部分 也由青年发展中心来主导 让整个现在花莲 无论是新青年回到花莲成为新力量以外 花莲更有学术上的非常强大的能量 一个县市只有32万人口的地方 但是却有四个大专院校 那是非常非常海奸 所以花莲的学术能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如何居落实USR也是花莲县政府 跟这个我们大专院校来合作 交流座谈会中花莲县政府也简报说明 花莲县产业投资发展概况 也邀请由县府青年发展中心辅导的新创团队 与工商建研会进行交流 并分享经营经验 让大家有机会共同见证在地青创的蓬勃发展 促进新创跟有韧性的面对市场考验 英国工商纪年会 对不对 记者许地勤 华联士报导